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显是高于身为参议员的Vance 在现在调查发现 全国大多数民众对于Waltz和Vance了解真的不多 那么在印象方面 导致在现在Tim Watts稍稍超前J.D.Vance 照政党区分的话 60%的民主党选民对Waltz有好感 那么在其中40%对他的印象可是非常的好 共和党这方面一样60%的选民对Vance略有好感 比例比他7月成为副总统提名人的时候 倒是往上增加了一倍 那么晓得去民主党全代会下榻的芝加哥 在现在这个酒店叫费尔蒙酒店已经证实 昨天早上有人进入酒店 把这个驱虫放在早餐食物的桌子上 那么芝加哥警方和FBI现在正在调查 在遭到恶搞的这一个芝加哥费尔蒙酒店 一共有数百名民主党的这个代表入住 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代表也援引目击者的话说 那么他们是在昨天清晨6点45分准备早餐时 最少有两名女子由洗手间冲出来 向饮食投放异物之后逃离了现场 那么现在当地的警方和FBI正在展开相关的调查 接着我们看到调查现在发现 全国有接近900万名复合资格的长辈 没有生理、医疗、粮食、日常开支等各种福利 因此慈善机构正在编制 福利参与地图希望能够帮助州府、地区团体 还有引法族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在现在慈善组织全国老林委员会说 这个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而且不可接受 那么不少长者每月是节衣缩食 还担心没有办法承担医药费用 但是却错过了福利援助 反映宣导和社区协助的环节出现问题 部分人并不知道政府设有这样子的计划 或者自己是否符合资格 而且申请程序繁复让人却步 因此必须改善现状 调查显示各项福利计划的申请率 因地域而不同 在粮食券方面 加州和爱荷华州的申请率最低 那么最高的罗德岛州也只有51% 总的来讲 麻省纽约阿拉斯加华盛顿佛罗里达州的申请率 在全国名列前茅 相反的North Dakota Wyelming蒙大拿州是最低的 在全国最大食物银行 Fading America的数字则说 在2017年将近8%的60岁以上民众粮食不足 实际人数相当于550万人 另外在麻省理工学院 MIT在最高法院做出大学招生考虑 种族因素违宪裁决后 所公布的2028届新生数据显示 入读本科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人数明显下降 这也是自最高法院做出历史性裁决以来 第一次由美国精英大学发布即将入学 新生的统计数据 在MIT招生的办公室主任 把非洲裔和拉丁裔入学人数明显下降 归咎于最高法院在2023年 所做出的在大学招生过程中 终止考虑种族因素的决定 MIT招生发布的新生数据 同时也显示 就读这个学校的白人和亚裔新生人数 那么当然也因此往上增加了 好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和我们德州相关的 一个呢就是新的政策现在禁止跨性别 德州民众改变在驾驶罩上的性别 除非是为了纠正比悟 所以没有办法 德州民众你不能够再改更改驾驶驾照上的这个性别了 然后呢今天呢也会是 呃 辞世的众议员 Shila Jackson Lee 她最后任期的特别选举提交截止日期 要参选的候选人 那么今天是她的截止日期 Jackson Lee的女儿 Erika Lee Carter 也被认为是从11月初到明年1月代表 我们德州第18区国会选区竞选的这一个领先者 那么最后则是在我们休斯顿的民主党人 呼吁要对HISD休斯顿独立学区的债卷提案 还有这个学区总监Mike Miles 创立的特许学校网络 来进行一个检讨 一个这个审理 州议员要求总检察长 Kim Paxton应该进行调查 他们担忧是因为Spectron News 在5月份关于在Colorado州 一个学校的报道 在那边的Mike Miles 在领导在担任我们休斯顿的 独立学区的学区总监前 曾经在那里担任学校的执行官 而也牵涉到了关于在财务方面的问题 所以在现在呢 在我们这个本地休斯顿民主党人呼吁 要对于学校网络 这个计划进行更深一层的审计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五件新闻 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翻译编辑和播报 再度谢谢您的收听 那么在休息以前 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这个呢就是在现在学校已经开学了 所以呢 流感的这个机会 接触感染的机会就加大了 在美副药局已经开始提供在流感的疫苗 还有COVID-19的疫苗 从9月份开始 也就是下个礼拜 下下个礼拜就开始 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辈 还有学生们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 那么在美副药局呢 现在已经准备好足够的疫苗 你都可以在现在就到美副药局去做接种 美副药局的话 也会提供您对于在疫苗方面的一些咨询 所以有问题 请直接和美副药局电话联系 281-506-2453 281-506-2453 别忘了 那么在这里呢 你也可以到德州中文台的主网页 看到关于美副药局提供你的这一方面的讯息 好的朋友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